現在這個無人機大戰 儘然在這個烏克蘭的戰場上上演 當然聽說俄羅斯跟這個伊朗 買了兩千四百架的所謂的遊蕩彈藥 觀眾朋友或許會聽著 遊蕩彈藥是什麼新名詞 其實就是翻譯過來 類似神風自殺無人機 自殺形象神風特工隊是那種壁紙的 他結合了巡弋飛彈 跟無人機的特點 怎麼說呢 因為他可以像我們烏克蘭 戰場上看到的 很多的無人機他會改裝 把那個四軸的這個螺旋槳的這個引擎 把他飛上去之後 在那邊裝一些土製炸彈 可是那威力都不強 但是伊朗的這個遊蕩彈藥 就是自殺式無人機 他把他本身是一種巡弋飛彈改良的 然後他有無人機那種偵察功能 直接裝在上面 他射出去的時候就沒有期待 他再回來回收再利用 直接就是讓他跟敵人的目標 或者是他攻擊的目標 同歸於盡就摧毀他 他的彈藥的威力 像畫面上看到的 比較強大 威力看起來蠻威的 有一種子母彈的感覺 只是說他射出去的時候 不可能再回來 當然烏克蘭宣稱 你攻我四十幾個城鎮 我烏軍也反攻 也攻擊你俄羅斯的幾個目標 至少二十幾個 二十五個以上的這個目標 然後針對你烏東跟烏南 我也反攻你這個俄羅斯 那現在來你來我往 那烏克蘭因為這個俄羅斯去攻擊 他造成不少的這個平民傷亡 首先我們來看 因為你剛剛說到無人機 無人機的這個狀況就很搞笑 俄羅斯無人機 有一段畫面是烏克蘭的這個 這個應該是他們的媒體人流出來的 烏克蘭的無人機的第一視角 你看到然後眼見 這個有一架無人機 小小臺的突然撞過來 這個是俄羅斯 看起來是用中國大陸的大降板 怎麼一看一下怎麼不見了 怎麼不見了 消失在鏡頭前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看到烏克蘭的無人機 這大概是史上第一次的 這個空無人機空戰畫面 空中交火啊 這個小小的無人機 是俄羅斯版的 俄羅斯他用中國大降無人機 他看到了烏克蘭無人機之後 他要來撞他 要過來挑釁了 想說不只是挑釁 想要把他撞毀 結果沒想到撞不毀烏克蘭無人機 烏克蘭無人機 他的體積比較龐大 不是你這樣撞就撞得毀 結果你看到沒有 他有些零件還被噴出來 表示他的螺旋槳自己撞到有點 撞到自己摔到地面上 遺卵即時啊 他這個想要變成他自殺無人機 去攻擊烏克蘭體積較大的無人機 結果沒想到自不量力 就像剛剛安琪說的 這個遺卵即時 其實你看到這樣的一個無人機 狹路相逢 很多的網友也在笑說 大概是成為這個第一次的史上 無人機空對空的 這樣一個空戰的畫面 但是俄羅斯以失敗告終 而且俄羅斯現在 因為他在這個軍事上的優勢 逐漸的喪失 所以呢你知道FSB 他們的這個聯邦安全局啊 就宣稱說 那我要抓你這個 這個烏克蘭 和俄羅斯的這個間隙 因為之前不是傳出來 克制大橋有七八名主謀嗎 對那八名主謀 其中有一個人說再逃 後來說這個人 今天俄羅斯宣布抓到了 結果你看到沒有 在抓到的這個過程當中 會不會覺得 這個影片拍攝蠻專業的 他各種角度的 首先你看像那個俄羅斯的軍人在抓嫌犯一樣 他有身上的密錄器 也有旁邊的側拍 然後還有空拍的角度 然後各種前中左右後 感覺像俄羅斯版的玫瑰同齡眼 真的還有在進車子裡面跟你拍的 對然後還有這個抽屍剝繭的 彷彿俄羅斯的這個軍人一揍眉頭 就知道這個九K三八真式的防空飛彈 藏在了這個車廂裡面 你怎麼知道在那邊 而且你一翻就翻得出來 而且影片這個時候還角度拍得剛剛好 似乎剪輯啊非常的精美 奇怪了 那是這兩根是什麼東西 他們抽屍剝繭打開來看 你看九K三八的真式防空飛彈 就是用來對付我們俄羅斯的 被抓到了吧 這一名在逃嫌犯 我剛剛不是說八個人嗎 只抓到七個 那一個人就是他 然後我們就是鎖定他是 攻擊俄羅斯克里米亞克茲大橋的嫌犯之一 然後這個人呢 他從基辅離開之後呢 經過了艾薩尼亞然後開到了莫斯科 問題是他要進去莫斯科犯案 要帶著兩個防空飛彈 那為什麼他要掛烏克蘭的車牌 掛烏克蘭車牌 有這麼笨的恐怖分子嗎 你看到沒有 你看到這個第一次 好像在拍電影一樣 剛剛還有看到無人機的空拍畫面 對不對 這個時候 又轉為密入器的鏡頭 然後這個時候 彷彿旁邊有一個新聞記者 在跟拍一樣 也拍得太精美了 你怎麼知道這個嫌犯 這個時候出現 然後那個拍攝的記者也好 拍攝的軍人一樣 你只能知道這個時候運進的技巧 我覺得在場的這個攝影大哥 都可能沒有辦法像他們這樣子 這麼快這麼反應 臨場的這個 這麼臨場反應 臨場感還有逼真 能夠做到鉅細民意 所以大家都開始懷疑 這影片真的假的 真的還給你剪接好的呢 所以而且我剛剛講 那個畫面就是車牌號嘛 烏克蘭的車牌開到了莫斯科 你不是叫人家的人來抓我嗎 那是 你這不是大拉拉 記不記得那時候周星馳演的韋小寶 天地位分多就放在那邊 猴子跟他說天地位 天地位在那裡 他說難怪打不過我們朝廷 那這個時候俄羅斯是想告訴他的人民說 難怪烏克蘭打不過俄羅斯 那他們人民那麼笨 要作案都要掛著烏克蘭的車牌 開到俄羅斯今年然後等著被抓嗎 真的 這會不會已經是鋪牌好了 所以畫面就說出了俄羅斯人的心機 俄羅斯人心機不只這一樁 還有一樁 我們今年不是說二月二十四號 俄軍攻入烏克蘭的時候 他一直想要置烏克蘭人民於死地 包括他們要撤退的時候 故意在門上面放那個手榴彈 你只要門一打開 那個插銷啪 就砰 你就等著被炸死 對不對 結果俄羅斯人壞 還不是壞在在門上面裝手榴彈 烏克蘭有很多的這個 他們相當精緻的農產業 結果他們就在那個一些撤退的地方 發現他們民眾那邊有很多的 這個仰蜜蜂的蜂箱 我們常看到蜂箱都是一格一格 對不對 他們就在那個蜂箱的蓋子上面 裝上什麼 裝上這個手榴彈 至少兩枚 在蜂箱裝手榴彈 你看他這畫面上面 一樣把插槍拔掉 把他的保險打開 那保險打開了另外一邊 就連著蜂箱的蓋子 只要有人不知情 笨笨的去把那個蜂箱蓋子打開來 你就會把那個保險一拉 那那時候手榴彈直接被引爆 撞針引爆 你那個打開蜂箱的人就死定了 對 結果這個故事最近在烏克蘭流傳了好幾個禮拜一個月了 為什麼 因為被烏克蘭形容叫做愛國蜜蜂 愛國蜜蜂 結果當烏克蘭人發現那個蜂箱 已經是好幾個月 將近五六個月的事後 之後的事了 發現說俄軍的大兵 他把兩枚手榴彈放在蜂箱蓋子下面 也沒錯 但是這些蜜蜂啊 他開始把他當成是蜂箱的一部分 然後不斷地去產生一些這個蜂蜜 然後不斷地再去修補他 修槽嘛 因為這個蜂箱就是他們的蜂巢 修槽然後再去把這個蜂蜜 在這邊封入啊 把他這個黏在一起 久而久之經過五六個月 這個手榴彈裡面的保險跟隱性 全部都被封入啊 給把他包住了 黏黏的 然後硬硬的 打開蜂箱也沒事 因為保險跟隱性撞針完全被包住 你怎麼爆炸都沒有 除非你白癡到拿這個東西拆下來 拿鐵錘去打他 然後丟在地上 那不需要的話 你只要正常打開都沒事 因為蜜蜂的封入 已經把他全部團團的包住了 所以這個愛國蜜蜂一事 最近這個就在烏克蘭流傳 說連蜜蜂都會保護著烏克蘭 當然 愛國神風啊 當然大家在網路上開玩笑 可見俄羅斯人心機 竟然被這個蜜蜂所打敗了 但其實俄羅斯不甘於此 但是他的人在逃命的時候 又覺得莫名其妙 你是已經恍神了嗎 有一段畫面是俄羅斯的大兵 他開著MLTB的這個 MTLB的這個裝甲車 拼命的往這個地雷區 地雷區是烏克蘭已經裝 好了這個地方 結果被炸了之後冒起了白煙 白煙爆炸起來 那個士兵當然在這個逃的過程當中 跑出來 跑出來之後呢 他有點不知所措 因為這個是TN六兩的這個反戰車地雷 反戰車地雷一爆炸 然後冒起了白煙 那個士兵似乎有受了一些驚嚇 然後他就坐在了旁邊 他不知道自己要幹嘛 還是他一被炸了之後 腦子都炸壞了 你看到沒有 真的啊 他走到前面去 他走到前面去 他走到前面 對 你剛剛講的沒錯 像剛剛佑琦 你的反應就很好 你還不趕快跑 你怎麼知道旁邊還有沒有其他TN六兩的 這個反戰車地雷 反戰車地雷也同時會殺傷人員 但是俄羅斯嘴巴還是很硬你看到俄羅斯的這個他們一個官員都會講到說北約你不要再支援這個烏克蘭 尤其是烏克蘭加入北約就升級為第三次世界大戰 那可是歐盟的外交政策負責人何塞浦這個他就有講說 你們不要在這邊好像挑釁我們了 普丁如果你一旦一旦敢動用核武的話 整個西方包括北約在內 把你俄羅斯的軍隊全數的殲滅 不信這個北約的這個秘書長史托登伯格他已經講了下個禮拜開始北約的十四個國家要進行聯合的反核這個核威則軍演 就是反俄羅斯的核威則軍演 這些軍演不是玩假的 是秀給俄羅斯看 你要有核武 北約也有 所以俄羅斯總統普丁 似乎態度有點開始出現 鬆動的跡象 為什麼 你記不記得九月十一號的時候 外長拉夫洛夫說 哎呀其實我們很多事情也可以用談的 俄羅斯也很願意跟北約和歐盟國家談一談 開始感覺試卵接著第二天九月十二號普丁到了這個哈薩克的時候他還在那邊講說 土耳其不是一直說要當那個條題嗎 土耳其的總統艾爾段 他不是一直說想要做俄物之間的條人 那接著第三天俄羅斯總統府 這是他們克里姆林公的發言人佩斯克夫他就有提到說 俄羅斯的 特殊軍事行動 就是他們去入侵烏克蘭這件事情 也許可以透過協商來達成 你看 九月十一 九月十二 九月十三 從外交部長到俄羅斯總統普丁本人 到他的發言人這個佩斯克夫 都開始釋出一些風聲和訊息說 可以談啦 可以談 以前烏克蘭總統 不管哲倫斯基怎麼談 俄羅斯都很硬 沒什麼好談 他們的名言就是戰場上的這個功臣 劣力就是不是從談判桌上來的 就是從那個大炮 大槍 這個一槍一彈 這個時候換成烏克蘭總統 承倫斯基是看你們看 因為他們得到了北約西方的軍演之後 反而不鳥俄羅斯 現在看俄羅斯 你自己要不要承認敗局 或者是怎麼收拾這個殘局啊